哈囉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安宅新聞網 我是銀秀 給我五分鐘給你網路全世界 最近網路上都在瘋狂討論的是什麼 就是這個 李宗睿社局偷拍 案情持續延燒 現在到底有哪些人受害 整個就像滾雪球一樣 越滾越大了 我們今天很高興的請到 資深媒體人金平哥 來參與討論 金平哥 你好 李宗睿好 觀眾朋友 大家晚安 宗睿這個竟然蠻過分的 這樣子等於偷拍了人家的銀照 不過大家一提到這個話題 都會想到五年前 陳冠希有類似的版本 對不對 是的 他們兩個人最大的差別 跟相同點到底在哪裡 我們可以看到 講到陳冠希 有人說李宗睿是台版的陳冠希 這樣講有點去把陳冠希 給牽脫下水 因為如果跟李宗睿相比的話 你看看受害人 在陳冠希這次事件來說 大概是阿嬌 張博姿 楊詠卿等 七個人 可是李宗睿涉 涉及了六十位女心名模藝人 九倍耶 甚至我聽說 據說這個圈內人士有接到這個 也認識李宗睿的這個裡面 圈內的女藝人的一些電話 至少超過五六個以上 然後每個人打電話都在問 那個圈內人士說 有沒有那個照片中 有沒有那個當事人 所以有些人甚至不太確定 所以圈內人就在研判說 甚至搞不好受害人超過六十幾個 都有可能 只是還沒有查證或確定 但是這樣的一個狀況可以由此可見 陳冠希跟李宗睿 在這個事件相比 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被李宗睿所連累 所他害的這個女生 真的是超過那麼多人 然後尤其看到說 陳冠希她的這個拍 當初這個營造 大部分她是留著自己做的紀念 那被拍的人也大多知情 那李宗睿這個就不一樣 大多數 幾乎半數以上 都是不知情被投拍 而且看過照片的人都說 被拍的人 大部分不是好像 看起來就是昏昏迷迷 昏沉沉的 要不然就是好像爛醉 神智不清 根本就是疑似 真的是被下藥性情 然後再來整個事發經過 其實我剛剛講過 陳冠希她是要自己 留作紀念收藏 只是這個事 嗜好有點變態 但是她因為這個事情會爆發 就是把這個筆記型電腦送修 然後被工程師看到 然後就這樣子爆發流出去 可是李宗睿這個人不一樣 據說她一開始這些照片 她還拿去跟她的朋友後 在幾個富二代圈子裡面做炫耀 還會手機傳給朋友 所以最近就流出了很多的照片 才會說也跟這個好像似乎有關 最後一個是說 陳冠希這個事件 因為是本身兩情相悅 然後一起互相同意 然後去拍這樣的照片 頂多是她的私得曝光 然後當時就危及陳冠希的影異事業 然後讓她消失了螢光幕 跟大螢幕一陣子 那相比之下 這個李宗睿她簡直就是處罰 不但妨害性自主防 甚至妨害秘密 整個連類受害者一大堆人 所以李宗睿跟陳冠希相比 比陳冠希更可惡 真的 不過在整個世界當中 其實有分很多種層次 有些人可能是自願的 但有些人真的是被下藥 被迷婚了完全不知道 有些人可能是被騙的 那我們帶您來看 是最近網路上 也大家都希望能夠知道更多的消息 你看就出現這一張 算是比較苦手的照片了 對 這其實是網路上 一個諷刺性的一個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一堆 好像人這樣子跪著 然後在那邊喊大大 也是網路鄉民的一個用語 然後做完有人就諷刺說 鄉民怎麼都跪著 是媽祖出巡呢 還是什麼宗教儀式嗎 有點好像在苦手挖苦這些鄉民 因為一大堆人 不要說是鄉民 這現實生活當中 也有很多人 就像如同銀秀剛剛所說的 茶餘飯後的一些飯局的場合 很多朋友私下都在說 有沒有照片 有沒有看過 或者是互相傳來傳去 所以在這個網路上 有很多的鄉民 就在跪求這個照片 甚至公開徵求照片說 跪求載典啦 至於是不是下載什麼 不要問 因為這個事情很敏感很恐怖 因為警察跟檢調機關 現在也在偵辦查辦當中 所以這個照片是在網路上 現在這兩天也是 就是苦手在諷刺鄉民 沒錯 而且鄉民 像也是在這個 全國最大的這個論壇裡面 開始剖出一些文章 是的 裡面好像還有所謂的低調 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這個東西當然是 因為我們今天看到的是 8月16號晚上最新的 這個好像鄉民的討論版 可是在前兩天 據說8月15號凌晨2點多以前 在被鎖定幾個相關的 那個網路的這個 八卦論壇版的推文被鎖定 然後刪除之前 就有一堆鄉民在徵求這個照片 那這些照片呢 那現在你可以看到 好像在網路上 變成一種討論的趨勢一樣 有人就在上面寫說 抬泥低調嘛 這個其實我們也在電視上 不鼓勵觀眾朋友 去搜尋這些東西 因為警方已經在偵辦了 而且尤其是 可能會涉嫌妨害秘密 跟散佈的一個行責 好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 靜民哥的分享 也提醒您 特別小心在網路上 發表任何的言論 都是要負責的喔 感謝您收看這一集 阿宅新聞網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也歡迎上 營秀的臉書來留言 我會第一時間來做回復囉 掰掰 我們很高興 我們已經可以做了 謝謝 我們在寶箱 可以做一盒 我們一定要做